各位晚安 你們看到香港時間晚上11點半 為甚麼這麼晚呢 11點3左右 本來想做多一兩節 當然星期日人比較累 偷眼多睡一會 但是又要來加速新聞 即是六六下 蓬佩奧那一集中途 突然間 HSBC香港 解凍許智峰戶口 因為許智峰親自披露 Facebook公告全世界 所以這件事不能不分析 因為這件事很外人尋味 HSBC即是神秘縮沙 突然間縮了 不知道 但HSBC神秘縮沙事件 之前有一個很神奇的前轉 我估計這位經常被我們喘 雪廠街 十一這堆東西 和他印上的湯家驊資深大律師 湯家驊資深大律師公開質疑 即是他是行政會議成員 也都 其實在香港 你多不喜歡他十一都好 或是雪廠街那些都好 或是頭共 在香港的商業法 或是金融相關法規的律師來說 他是頂級的 有很多大公司 都找他大公司 即是那些合法規定 有些最濕淡 或是金融最龐大的 很多都是找Ronnie Tong操刀的 其實 Ronnie Tong質疑 他已經一開始說 棄保潛逃而已 要不需要鎖人戶口這麼嚴重 那麼 連Ronnie Tong也質疑 那麼 你是鄧炳強 他經常想到就是 他後面有甚麼人出來折騰你 就是出來給膽子折騰他 因為Ronnie Tong肯定有些 但有錢 我會叫他這樣說說話 好了 接著 另一方面 HSBC肯定受到很大的壓力 不怕12、14日 美國真的不是HSBC開香港樂獲 是整個HSBC開香港樂獲 那時候股價還不允許 你美國的業務不用賣 美國retail的商業 你怎麼賣 整間商業被美國政府開刀動你 他現在 美國政府開刀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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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兩個事情 我相信 就是背後 HSBC香港突然間神秘縮沙的原因 就是 現在就是 HSBC 在一個兩眼局面 三不吃兩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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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夾身餅的 一方面 警察很明顯是濫權的 Roney Tong說的事情很清楚 警察以至國安公署 是濫用權力 棄補潛途不代表什麼 不可以 因爲他給他錢 不可以 所以 當然 這個已經是打草驚蛇 很明顯 許智峯 已經 在做一些 我猜他轉移 甚至 可能有人 開一個UK帳戶 給他 然後 把錢 關到UK 應該不會是 HSBC 我猜 甚至 可能是 其他英國政府 幫忙 或者 把錢 擺在某個信託戶口 頂住 律師行 整件事的 如果 香港 會淺過去 如果是HSBC 對HSBC 就很快 HSBC 香港對英國 差不多是即時見數 問題就是 我不知道 背後的 行動是怎樣 但是 現在 無論 已經成為驚動 各方的事件 美國 和英國的 會員一定追殺 HSBC 跟著 許智峯 這樣的情況 第一 許智峯會搬了錢 第二 星期一 隨時HSBC各大分行 都出現大量 擠體的引用 或者 FPS有大量的交易 出去其他 去 市民 市民 本來已經崩余了 這個場面 還欄崩余 中國政府 一定想 動爆 因為 張曉明和樂慧 完全沒有法治公認 這是個爛子 大家都知道 幾個因素 聯合起來 HSBC肯定會變成 雙生病 所以這間公司 在香港的前途 會員 我覺得 非常暗淡 我估計要等香港重光之後 把裡面的人撿清光 甚至有可能黃東盛被人當作避免 我估計英國政府國會的人 是想要求HFDC交出黃東盛 黃東盛隨時被制裁 甚至可能 我不知道他是否英國公民 但他的英國公民身份可能 我估計是有問題的 因為他的從事行為是有為英國國家的利益 你喜歡鎖別人的戶口怎麼鎖 許智峰如果用電梯收拾的話 他隨時是BNO的身份 英國銀行隨便鎖英國人的戶口 這麼好滑 這麼爽爽 你賣國啊 大哥 你用過很多人都想到的 這是賣國行為的 你這樣說 英國國會議員大興奮最支持的 MP House of Common 如果真是整個 整個Committee Hearing Select Committee 你一開Select Committee Hearing Select Committee 英國國會的Select Committee 全部好像香港的 立法會那些 權力及特權法的委員會 你什麼都要說 你不說就是藐視法庭 死定了 你藐視國會 英國藐視國會比藐視法庭更嚴重 但是你藐視國會 你要藐視主權 你藐視法庭 法理結構 你藐視國會 你很大劑 他就是監督你坐 真的 你駕駛到雲敦堂 當然不會駕駛到雲敦堂 因為雲敦堂現在沒有駕駛人 問題是 你被駕駛到雲敦堂 你也很嚴重 所以我想這次 HSBC神秘縮揚事件 就是他面對各方壓力 他仍然怕美國 問題是中國又沒有運行 他基本上沒有路走 我當初凍結 許智峰筆錢的 是一個錯誤到 離開大譜的決定 你這樣都行嗎 英國政府還要緊急派人 協助許智峰的銀行 當然我覺得這些特別個案 每次的銀行都會特別缺 所以你看到今天不是聖地 聖地都可以解凍戶口 肯定有高層 隨時倫敦的高層 去接觸香港的系統 按機 隨時應該是高過黃東盛 超過所有權限 才可以做得到 不是阿斯瑪斯做得到 因為銀行是一層層的上 銀行是 好像你做IT也是 每一個權限都不同 你星期日 你不會無家家家 去接觸權限 高權限的人物 一定是超級大國小級 那誰可以超級大國小級 要超過全香港的高層權限 連鄧炳強也不用 我很清楚 你說會不會是鄧炳強那些 那些縮我覺得是不會的 鄧炳強應該不會縮的 鄧炳強可能 你叫他說 樣子衰 然後收回報告 我不知道是否鄧炳強 但我看到鄧炳強這次很嚴重 你玩各種 你本身已經是美國制裁 你本身已經是第二次 你全家都在制裁 但我猜如果這次的做法 你玩越過份 他就當你那些緬甸軍頭 緬甸軍頭也是 你那些非洲軍頭 你一到外面 美國政府立即爆發軸 你不做警務處長 你們是這樣的 實入理所 鄧炳強覺得自己很威風 我覺得他現在也覺得 中共千秋萬世 但很明顯不是這回事 原來HSBC也不會是神秘肅沙 HSBC神秘肅沙 真的很明顯是他爬底 但問題是 大家知道 HSBC應該沒有人相信他 許智峰也說他沒有辦法再相信 香港匯豐的時候 我猜星期一 他現在就炸五號仔 除非 我猜炸五號仔 五號仔會不會是無家家家 有中國來托事 有可能會 但總體來說 五號仔前景那麼大 我也挺肯定 你不會覺得這間公司 仍然有一個好前景 因為美國和香港再加中國夾住 這些地緣政治的生意是沒得玩的 隨時香港零售業務都要買 會不會被迫匯豐HSBC Group 要將香港和英國分家 如果香港和英國分家 整個集團就沒有意義 然後整個集團會 因為歐洲 匯豐不是做得英俊的 歐洲是有英國的 HSBC去到法國已經勉強 你看到HBC在德國沒有拍的 我覺得在德國 你整個HSBC的營銷業務一定有得做 德國怎會沒得做 德國的銀行業務 那些行業這麼難聽 即是德國的銀行 即是你用多數班的業務 那些服務的那些 普通的普通 但問題就是 HSBC都不做 你有沒有說 歐洲業務不強 其實 歐洲業務不強 接著美國 美國怎樣做 美國不是玩 美國 美國銀行業務很厲害 銀行有很多風險的東西 還有美國 如果真的要本來做美國業務 就麻煩你聽美國說 你不要搞聲火 你又不是 即是 你現在的全部就是 政治上賭錯了 所有賭注都是錯的 任何賭注都是錯的 匯豐每一個賭注都是錯的 日後大家買銀行股 就是要懂得 買政治 不懂搞政治 不要做銀行 不如收拾 這件事是很明顯的 HSBC很多存款 應該很多會走 還有 另外一件事 你留意 Ronnie湯出來說話 這個反映甚麼 香港商界真的沒有信心 抬抬香港商界 你想想 K保潛募 我都可以 放棄你的資產 現在不知道 黎智英那些 肥豪都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肥豪是英國公民 你想想 肥豪和他的兒子 和他的媳婦 曾美華的資產 全部被人放棄 嘩 還可以 一傳媒被人放棄之前 影響台灣業務 那件事 你猜沒有扣果 那件事 你那些有錢 很不怕嗎 有錢很怕 因為 國安法的最大問題 是你的政治罪行 所謂政治罪行 是沒有道理好說的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 你得罪了北京 我白卡的習近平 白卡 白卡 我叫做 你得罪了白卡 你就吃屎 但那人 那人是青生 那人 我白卡 你知道那些人是白卡 那人沒有預測性 即是 原來那些人 原來那些人不能夠 那就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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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在這裏 所以香港的有錢奧 很害怕 所以只要找Roney湯出聲 Roney湯一出聲 但這就是 香港的有錢奧 會不會自己都走資 這就是一個問題 但香港的有錢奧 他們都是落錯的 就是好像邱達昌一樣 搞到有錢奧 就是邱達昌 他現在還敢賣樓盤 賣給BBNO 我猜英國國會會動他 英國國會 有錢奧奧祖 聲譽很好 就是你現在才 玩到過了 然後叫 對著 含春的 林鄭月娥 居然還硬起來的 李遜 還有 偷食專家 許芳輝 偷食些甚麼 我不知道 然後 再找 對這個 家禽貝動物 很有經驗的 陳興昌 出來 道歉 寫封信 我們這件事不會裁縣 新聞方向不必 那些人相信你 你現在搞到 我告訴你 英國之友 英國之友 不會相信你 英國之友 我告訴你 如果之後 在邱達昌 遠東發展 全是英國的 這個世界沒有兩面惡主 這個世界沒有韋小寶 不准韋小寶 韋小寶是一個時代的產物 就是怎樣 剛剛眼戰 香港夾在中間 然後就是怎樣 亦都需要一個中間的渠道溝通 是不是 然後中國又突然變成美國的盟友 是不是 因為敵人的敵人 就是敵人的敵人 就是朋友 原則的情況之下 再加上Kissinger 就是基森格 那個政治主張 香港人才可以做偉小寶 做了幾十年 問題就是香港 不可能再做偉小寶 香港 沒甚麼可能再做偉小寶 哪有可能做偉小寶 你做到才算 香港人不可以再做偉小寶的情況之下 你不成功就是 一面就討好中國 所謂的中國 相比大灣區相比 一面就拆中國人 拆到入心入肺 一方面又打算在英國賣牛盤 你哪有這麼好死的 一定要做偉小寶 一定要做偉小寶 你現在不做偉小寶 你甚麼政治處 而且你不看時間 做偉小寶 你不看自己的清楚處 做偉小寶 我說清楚 香港的商界 逐個像匯豐一樣 逐個輸清光 走不出偉爾門 亦都沒辦法在中國 採取任何利益 亦都沒辦法在香港賺到錢 你三說 結果就是香港商界集體 糟糕 有甚麼出情 HSBC現在的狀況 其實已經遇見到香港商界的下場 香港商界又爬抵自己 又怕錢走不到 但你走到的話 你涉及一些鎮壓人民活動 你猜西方國家會比你好過嗎 結果就是所有事都是矛盾的 你一個香港公司會落錯 不斷做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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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頭做到落腳為止 這就是個問題 所以我想 這次HSBC 在許智峰這件事 差不多是我見過的最 最完妙的一件事 我是看到大家啞了 但是我想 我對大家的忠告 對一本平民百姓 第一 五號仔不要怎樣 股票 你有股票 你有股票就好 股票 第一股票沒有可能再升 第二 它很大機會受很重的制裁 甚至 我會講 現在縮沙道都未必 讓它避免12、14號的大制裁 那是judgment day 當然中間香港更加死得快 中間香港就不用說 現在一定是未解凍 中間香港未搞都不用說 它一定是judgment day 你買中間香港股票 或者還放錢 去中間香港 是不是好事 你自己這樣 中間香港會不會 奔虛的場面 然後整班人 就是為了我錢 我覺得機會不小 因為中間香港是其中一個 幫中國搞一帶一奧的重要機器 你今刻 為什麼中間將在南洋 除了新加坡的主要分行 包括馬來西亞的分行 賣光給中間香港 原因就是 因為想借中間香港來做白手套 然後我是搞一帶一奧的邪 也都是香港人的錢 來搞一帶一奧 所以你把中間香港鎖 你今次 多謝你 你今次 黨的政治任務 鎖許智峯的錢 父母的錢 多謝我 你以後誰相信 我猜 那時老陽家最相信 就是餅光罐 可能加坡雜餅突然很好賣 不是為了食餅 但那些食餅均用餅乾 加坡雜餅和均用餅乾 已經相差無幾 我猜是怎樣 我猜會出現很多人 每天吃幾餐 吃加坡雜餅 吃加坡雜餅為甚麼 就為餅光罐來存錢 會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我不知道 是吧 不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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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中間香港基本上 有人托使 總會有人托使 這樣都是 奸野前景極暗淡 美國一天 一個大的 禁止 你用我去做國際生意 去那裡 真是真是 很糟糕 有時候 我會說 為何習近平 被稱為總加速使 習近平和他身邊的人 全部沒有應有的國際上色 以為自己的國力很強 然後就亂來 其實中國的國力強很遠 基本上 韜光養晦 或者白矮戰略 是 要多用幾十年 才有可能 問題就是 現在這班人 習近平把所有東西都讓 因為他已經等不遲 他的人知識 昨天太低了 結果西方社會 一夜很多人醒了 跟著 拜登這些 好實說 他自己都要自保 你會隨時 整班人 我或者是誰上台 都會 做理中國世界 沒有得不做 這次 一做理中國世界 當然會有一個大混亂 但是 一做理中國世界 中國就一決不振 中國會變成一個地理名詞 rather than一個 一個國家名稱 中國會分裂成若干舊 我覺得會 因為 你做得 你所有事情 做過了底線 大家一定會大報復 而且這種過底線 是 你記住 你做了仆街 任何國家 你沒有第二次機會 日本就 一次 仆街 跟著 已經 被美國 好像永久當賊 那樣看著 其實現在 美國都看著 日本也是當他們賊 你看到他沒有辦法 好像德國那樣 有德國的地位 德國就衰良辭 但是德國就 因為他自己 清理納稅 今天12月 明天12月7日 就是華沙之貴 50周年 華沙之貴 那一貴 藍而塞下 有黃金 我可以說 那是幫了德國很多 今天西 今天德國有今天的國際地位 那一貴是很重要的 然後 中國 中國因為衰良辭 而衰良辭 中國人不會有那種反省能力 所以我猜 唯一方法就是 沒有事 當國家解體 做這樣 今晚第一節到這裡 第二節我也要 因為我心裡是十二點 十二點半 說 龐貝奴 對統戰部那件事 什麼加速新聞 神經日 都和你加速